變化球 球種還蠻多的 許建宏過往面對到鋼龍 這個球是個四外球寶宋 四外球的寶宋 這個球主者認為是個壞球 左拿著的則是19.8% 這球提出去要形成籃打了 而且這個球有可能是長打 夜裡上的跑者現在通過二壘闖三壘 原本的上跑者就已經回來得分了 所以第一支安打 二壘安打 我們最近的一個長打之數真的多 有三場的比賽有掉分 這球往前撈尾碰了一下三壘手 傳本壘這邊來 take safe safe 傳本壘 safe 陳文傑怎麼沒有跑 抓第一壘手就出棒切高了 在外野防區 但三壘的野手都過來 上面的野手最後讓給誰啊 這個球落地 結果是形成籃打 這個球傳二壘這邊 二壘這邊也沒有接好 這個球還稍微露得出去 不過現在壘包上面形成的蠻壘 依然是蠻壘 這球擠出去 在右半邊放上一個平飛球 被掌握到了 三壘上的跑者現在要往回衝 衝到本壘這邊來沒問題 將蠻壘的高飛犧牲打 幫助周欽兄弟再下一分 距離也夠了 這個平飛球 這個距離也夠 布萊希也拚好命 衝回本壘得分 布萊希最後還是用頭部撲壘的方式 撲向本壘 什麼時候布萊希變快咖 真的非常的拚 周欽兄弟直接把分駐地轉朝前